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于显阳离开监狱 悬见曾楚南站在马路对面等候消息 在了解到刘世新的情况后 曾楚南沉默了 其实从延安来的681情报员已抵达苏州 郭建功也从晚南赶回 负责681的保卫工作 曾楚南再见郭建功 二人谈及武汉防御事宜 军决形势险俊 肩上担子也格外沉重 680亿的牺牲令阳王庙里的众人 无不心情压抑 而于显阳则从整件事情中 看出了许多疑点 而这些疑点却都指向了 自己的上司曾楚南 幸亏我来过一回 要不这个地方跟迷宫似的 根本找不着 这是郭长官 我的爱上 诸位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从武汉来的上校特派员 曾楚南先生 这位是从延安来的刘志同志 代号681 就为了 刘先生 曾长官 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难道你们原来认识啊 那是当然 老相识了 我上海情炮战被毁 试图为同志因此牺牲 这里面 恐怕少不了曾长官的功劳吧 委员长说过 至此危急存亡之休 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国内任何党派 只要诚意救国 政府无不开诚接纳 是啊 委员长说这话还真有道理 好了好了 都别傻颤颤了 坐这说 坐这说 来 刘先生 坐 刘先生 此刑的任务 想必延安方面 已经跟你交代清楚了 鬼影一日不出 武汉的防御就一日不宁 所以我还是希望刘先生 能够摒弃前嫌 全力以赴 那是自然 曾先生 我听说我们截获了鬼影的电文 而且还是明码的 鬼影呢 一直以万叶价名作为密码本 所以她敢用明码发报 我现在嘱咐春雨 日夜监听电台 希望能够捕捉到 鬼影的最新电文 参长官 你说的春雨 是显春雨吗 她也在苏州 是 刘先生 春雨会把你的工作电台送过来 你还需要什么 可以直接交代给她 春雨 怎么样 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长官 如果她还不出现呢 时间对鬼影来说 同样是非常紧迫的 也许她会冒险发报的 鬼影是老牌特务 她绝对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的 找个机会让她死在日本人手里 越快越后 春雨 再坚持一下 不得忘不得已 我们是不会走那一步的 老公 从小秋那里弄的五十万 我已经在上海买了军火了 好家伙 这长的短的 足足可以武装我一个特务莲 正好 你们换下来的装备呢 可以把刀会的兄弟们给武装起来 这样苏州呢又多了一支 可以直接和日本人对抗的武装 好 俗话讲得好 人无头不走 鸟无头不飞 我们是不是也得赶紧想办法 把大先生和三哥他们救出来啊 俞老爹 这件事情 等你和老道从上海回来以后 咱们再商议 顾兄 俞老爹和老道去上海之后 六八一的安全问题 可就全都仰仗你了 你放心 我再增加几个帮手 再说了 六八一同志的住处啊 地形比较复杂 即便是有个风吹草动 说撤就能撤 另外俞老爹 这次你们两个去上海 就让老道牵头 到时候你听他的指挥 凭什么呀 什么凭什么呀 我问你 这上海滩 你分得清东南西北啊 我可是老上海啊 我正是因为这个 才让老道牵头 因为他对上海熟悉 人脉野果 办起事情来可能会方便一些 听听 听听 掌官英明 老爹 这一次由我老道挂帅 你可要乖乖的哦 你看你那个德行 还挂帅呢 挂面条吧你 把道带好了啊 小肚鸡腸你看看 你们两个给我记住了 在路上 一定要注意安全 游戏不能和日本人发生冲突 明白 慢点啊 慢点慢点 这马上就到三月了 雨季来了 得想办法把窗户堵上 不能让火药受潮了 好的 爹啊 还有啊 想办法打个架子 这火药直接放地上 也会受潮 行 我明天就把它封锁 江老道 真把自己当官了是吧 一起干活啊 于显阳 就你注意你讲话的态度 你要是再这样跟长官讲话 小心我到上海给你小鞋穿啊 我到上海不穿鞋 光脚走路更利索 那我问问你啊 你想不想到上海的死里扬藏 去见识见识啊 我不吃羊下水 长什么见识啊 还猪肠呢 不不不 懂不懂 什么牙啊猪啊 那叫死里扬藏 我告诉你啊 好玩的地方多了去啊 就单讲这个百乐门 这个百乐门 陈璐璐不知道还在不在那里唱啊 我跟你讲啊 他唱的那个毛毛雨啊 那叫这个软呢 他脸上那个酒啊 他叫一个甜呢 老大 去百乐门 别忘了我啊 没问题 什么百乐门 大师界 仙月斯米高美 远东力都国泰 只要有时间 我统统带你们去摆仙摆仙 对了 我告诉你啊 百乐门 这个陈璐璐唱的毛毛雨啊 软 甜 前大姑娘都不能跟他比哦 到时候啊 你一听就知道了 江老豆 我怎么看你越来越像小鬼子那帮的呀 显阳 你出来一下 你啊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你到上海 我不许你去什么百乐门 见什么陈璐璐 听什么毛毛雨 听见没有 那可不行 好不容易去一趟大上海 还不让老道带我去见识见识啊 见什么 见识见识这大上海 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花布没有 好给我媳妇烧两块块的呀 毛毛雨又有什么好听的呀 软布拉鸡的 哪有我媳妇唱的苏州平坦好听啊 百听不厌 真的 假的 真的 前姑娘 她要听你唱十八相送 怎么了 我遭你遭你了 不要听她胡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老道 我们出发 好 课长阁架 皇军的地图测绘技术 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 所感 来 去 楚三 上回 让你打听六八一的消息 进行得怎么样了 目前还没有确决的消息 可是你上回不是说 能从那个大先生那里得到封声吗 有些事情呢 欲速则不达 这个刀会的老大也是老江湖 我怕如果贸然造访的话 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所以我派了我一个手下 先去跟他联系 我想这两天我就会亲自等门拜访 但是要记住 一定有抓紧时间 我明白 去坐 楚三 你不是外人 我也没必要瞒你 这个六八一就是因为他 我们的鬼影军 终止了一切行动 宋经司令官已经下了死命令 必须拆除这个六八一 所以如果在这个事情上 你能发挥作用的话 那可是大功一奸 在下明白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对了 我这里倒是有一条线索 前不久 我们在攀门一带 侦测到一个大功率电台 但是因为当时还把打草惊蛇 所以没有展开搜查 据我所知 武汉来的这些特工 配有发电机 所以他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行踪飘忽得很 没错 我曾经领教过 这些人带着黄军 满苏州东圈子可恨至极 所以楚三 你要安排你的人尽快的明察暗访 一旦有消息 马上跟我联络 明白 所住宪明队 小丘科长 你和渡边到我这里来 是 淳云姐 你又一晚上没睡啊 怎么 那个鬼影子还没有动静啊 嗯 淳云姐 要不我们还是想想别的法子吧 你这么一手就是好几天 这身子怎么能吃得消啊 来 快趁热把鸡汤喝了 多谢你了 阿云 全部铁出去 所有码头车站路口 统统不得一路 是 明白 科长阁下 独备军 在 和我去趟宋静祠的馆那里 是 我想问问你 六八一 什么守护行动 我始终没搞懂 日本人的情报 怎么就那么准确 按说六八一 可是延安方面的人啊 人家的保密工作 向来是滴水不漏 可怎么他前脚刚到苏州 后脚特高克就受到了风声 秦泽 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告一段落 你要知道 鬼影虽然不敢明码发报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武汉的间谍活动 更何况日本人 除了陆军直属省的特高克 还有外务省 兴亚院 夏侠的各种特务机关 他们的网络细密庞大 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播情报 是 不能再犹豫了 我这就着手 安排六八一的行动 太军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出发 正午之前 就能到达木渡镇 木渡 对 那里的网费堂非常有名 太军可以稍作停留 品尝品尝 好 你这个体力不错 吃饭 木卖 卖木 原来这里是卖木头的呀 卖什么木啊 这叫木毒 毒啊 就是堵住的意思 当年吴王夫才给那个西司在这里建宫殿 整整建了三年 全国各地运来的木材 把整条江都给堵住了 所以啊叫木毒 想得了吧 哦 原来是大美人呆过的地方啊 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啊 到了 站稳了 看了 这里就是美人呆过的地方啊 什么美人不美人 只要看得见摸不着 那都是白蛋 鱼老爹 你这趟上海滩算是白跑了 不新闻阿斯 那个仙月师啊 百乐门 那才叫一个美女如云 那旗袍都开到这里 这里 要多洋言要多洋言 是吧阿斯 是啊 这回啊 我算开了洋婚了 长见识了 怎么样 后悔了吧 我能跟你们一样吗 我是有媳妇的人 能跟你们同流和无吗 再美的美人我也不稀罕 我就觉得我们家阿元最好 阿元姑娘又不在这里 你讲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接着废你的话 四哥 我们喝巴沸汤去 好 留两个兄弟看船 好嘞 留下两个人 生长跟我走 你们两个 走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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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官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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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吧 不说不知道 一说啊 吓你们一跳 当年乾隆爷六下江南 是每次 必来着木毒镇 每次来着木毒镇 必喝着巴匪汤 你讲点实在的 有用点 有啊 介绍一下 这位爷 你可不知道 我们四家饭店有十大名菜 油泼铜鸡 三虾豆腐 松鼠桂鱼 鸡油菜心 行了行了 兄弟 把你们这里能叫得上名的菜 都给我上来 一样别少 好的呀 先来一壶酒啊 然后再上几个爽口的凉菜啊 好的呀 老道 今天这顿饭算谁的呀 那当然是算你的了 你买的 为什么算我的呀 你让我们来吃饭的 对 那谁要的酒啊 这 酒算我的 太军 这里就是十家饭店 里边有十大名菜 听说以前皇上还在这里吃过饭呢 你看 很好 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用餐 太监 你来了 里面请 里面请 请 老板 在哪儿 在哪儿 给我准备一个大点的包间 现在 包间上有客人 有客人就让他们滚蛋 把皇军惹脑得让你吃不了兜之子 快点 好 我马上跟他们商量 来 谁呀 搭系台卖豆腐 这么大架子啊 就是 让我们给他捅地方 凭什么 好 各位 如果是一般人 就不会这么霸道了 说实话 来的是 日本人 日本人怎么了 日本人长了三头六臂了 阿四 我看 我们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太大 草原上还有一批货的 李老爹 你看呢 老道说得对 这个时候啊 就算有如来佛的本事 也得忍着 走吧 对不起啊 客官 慢走慢走啊 慢走 太军 我觉得 车里的石碑不太安全 要不要让人把它抬上来 对 你说的没错 谁应该小心一点 是 太军警 好 里面请太军 里面请啊 客人 葬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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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人 好眼神 哪个人 李老爹 是 葬一下啊 这人 这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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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了 一切 董董 我们得回去 回去干什么 没听阿宝说吗 那块石碑在车上 哪块石碑呀 还有哪块呀 寒山寺那块风桥一搏碑呀 你想怎么样 把他截下来 要是渡边听了阿宝的话 那块石碑现在应该在饭馆里 在渡边的身边 不要忘了我们就这么几个人 还押了一船的货 怎么和渡边那么多人打 为了偷鸡不成十八米 我们人手势不多 可火力狗啊 好几箱手雷呢 这样 我去把渡边引开 你们进饭馆拿碑 拿到石碑以后 我们码头会合 干脆把小鬼子的车队炸了 让他们想追也追不上 我看可以 我看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呀 老弟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是吧 为了这么快破石头 我们冒那么大风险 不值得啊 怎么就破石头呢 那是老祖宗 给咱们留下来的宝贝 人家静元法师怎么说的呀 那是中国人的文明 所谓文明不息 民族不死 你懂不懂啊 你以为你秀才啊 你还不是和我一样 大字不思议镑框 不管怎么讲我不同意 没让你同意 不管怎么讲 今天这回是为我抢定了 阿四 阿四 你好好想一想 大先生和你们刀会的这些兄弟 为了这块碑费了多少心思 阿云他爹 为了这块碑把命都搭上了 这块碑真要去了日本 要是再想拿回来 那就是飞机上挂打炮 岂敢顶上挂手雷 光盛空降了 好 我同意了 慢着 曾长官怎么讲的呀 这一次的事情由我挑头是吧 你要不讲我还忘了 现在想起来也不晚啊 曾长官怎么讲的 曾长官讲上海滩是老道的地盘 人脉广关系多 你给我当副手 曾长官讲上海是你的地盘 我听你的没错 可这都到了苏州了 就得听我的 本少校现在开始恢复指挥权 众将官听令 抄家伙 走人 是 走 老大 走了 小鬼子 还真的是够谨慎的 小鬼子 还真的是够谨慎的 带着他 带着他 跟我走 带着他 跟我走 阿四 把衣服曝光了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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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件都不剩 晓得了 各位好汉 这次要干什么呀 别怕 借你的地方一用 把你这里所有的白铺都给我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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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规的 笔墨我用一下 好好好 用 余老爹 你要他干什么 你不是说我大字不识几个吗 今天我就给你露一手 太军 你先喝着 把肥汤马上就来 好 请 我给你跑 放下 小生 我的日子 这 快跑 过来 快跑 杀人了 杀你们快跑 快跑 给我追 杀人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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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追 是 一定要抓住于尖阳 快跑 快 开开 快 瞄准人的啊 别上车阿宝 放心吧 老道的子弹 小的这人 快进去 送上车阿宝 刀阳队下 他们的狂历黑猛 不将上的游泳 快找人起 你们闭起来 带过来咯 停火 老道 阿四 趁着小鬼子 没有摸凶我们的状况 带着所有的人 赶紧去把杯弄回来 你一个人行不行啊 我有办法 渡边 你个混蛋 不是号称你的枪法好吗 有种出来较量较量 老道 赶紧去 等手以后给我个消息 那好 只要你听到我三森枪下 就赶快走 渡边 你不敢吗 弟兄们 走 快 给送 拿着 渡边 你是个闹种 太后 赶紧比枪法一对一 小鬼子 害怕了 你们小日本 原来是光会吹啊 中国有句老话 叫试炉子试马 拉出来溜溜 你出来啊 让爷爷看看 你是哪种牲口 规则很简单 我说 我数一 二 三 我们同时开枪 看谁命的 宁先生 他说一 二 三 他要的是你 你 你是 你 别别别别别 这不是送死的吗 我不是 他枪法那么蠢 你 你 你 哎哎哎哎我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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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 啥呀 于尊阳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算你有种 我开始喊了 一 二 三 三 队长 队长 你谁呀 你这个混蛋 快快呢 快呢 算你小子命大 队长这飞不见了怎么办 孙元 那 忍 队长 快ots 写阳 老道 官长官 怎么样 这趟顺利马 这趟 顺 别提多顺了 这回去上海啊 那是顺风顺水 双喜临门 什么乱七八糟的 快点讲 怎么回事 第一喜吧 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 把货运回来了 第二喜 来 你往下面看 石碑 他怎么在这里啊 这就是老田有眼啊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正看见小鬼子 要把这石碑运回去 我一琢磨 还客气什么呀 撸草打兔子 给运回来了 我可请示老道了啊 老道是门口答应了 这老道占了大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兄弟俩功德无量 功德无量 不 小的吧 有了这块石碑 我姐夫 那就瞑目了 金车来过了 他说松井下了死命令 如果六八一不出 鬼影绝不许浮出水灭 小鬼影绝不许浮出水灭 这个外面也不想离了 把水灭给你帮你帮助水灭 并不许浮出水灭 绝不许浮出水灭 所以是śluh lu hluh us 两三个不卖 别人都是五个十个一卖 要是新鲜出炉的 我就买十个 你不懂 我们这是王室烧饼 冷着吃也是有酥有香的 我家先生肠胃不好 吃不了冷东西 郑长官通知你们 让你们立刻去淑水店搬东西 是不是鱼大狗回来了 那太好了 过 赶快 可是咱们还有警卫认为 这里有我呢 你们速去速回就可以了 好吧 那六八妖同志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走 走 月第一 关注 这需书 是 有 rim 这 你 从东西 你 没有大地 没有海 海河 沒有意志 那麼 即使活著 也是死去 聽起我們被火烤的 被暴風雨淋的 被鞭子臭打的 胸骨 鬥爭吧 大軍 這裡 大軍你看 就是這裡啊 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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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河 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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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鬼子彼此够灵的 来一队人去荷门 是 我们进去 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想好了再大 再想就来不及了 我们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跟鬼子应聘的 跟我来 喂 我 这事 分 走 刘先生 我请你冷静一些 把枪放下 乖乖地跟我走 我保证 一定会放你一条生路 很好 做梦去吧 完了 来人 在这儿 是 这件事 我还是搞不明白 乘马泊的地形这么复杂 有的时候连我这个老苏州都搞不清楚方向 你说这小鬼子怎么这么容易就摸上门了呢 我们的电台应该被日本人给定位了 曾先生 不是我说你 你为什么偏偏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发报啊 国兄啊 你可能不知道 小秋亲口对我说 他们在盘门这一带 发现了大功率的电台信号 会是担心咱们阳王没有被敌人发现 所以才会在那边发了个报 我明白了 各位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 这六八妖为什么不从后门突围呢 那可能是鬼子来得太快把那里包围了 不对 六八妖用的是撸子 撸子的声音非常好分辨 我们听见枪声就赶了过去 那个时候鬼子刚从正门进去 所以我们打算绕到后门去接应他 没想到我们和鬼子撞了个正照面 鬼子也刚到 这时候传来第二声枪响 第一次枪响和第二次枪响中间 有三分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在这三分钟之内 后门是没有鬼子的 可六八妖为什么没有突围呢 还有 按说六八妖 行了 六八妖 六八妖 他叫刘智 记住 智者 心知所向 义之所至 道之所及 他这是想咬我呀 刘家户四度一手 茶叶山得而复失 是 这个张子忠 打得很勇猛啊 揭禀司令官 卑职以为 张子忠的确是中国军队中最难对付的将领 不错 也只有他 能让板渊征思郎 齐火难下 有第五师团的最新战况吗 两个小时前 华北来电 我军第五师团 第二十一旅团 一向汤头 举仙已在做战略撤退 什么战略撤退 明明就是溃败 这个班员争死啊 战斗打成这个样子 还放不下他那个什么钢军的臭架子 不够 进来 几笔司令官 华北来电 念 十万数字 截止十八日 我军第五师团 双万人数 四千余人 连队长 也遇一郎大座 牟田九次中座 不幸阵亡 什么 啊 见鬼 这怎么可能 司令官阁下 保田司令官阁下 被主能弄丢了那块石碑 请您赞罪 闭嘴 你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坏消息 是 吉尾老师 那个能够破译鬼影军密码的 工党特工六八一 被我们击毙了 好 小丘科长 在 你能肯定 这个人真的是 那个六八一情报员吗 齐北老师 目前还不能完全欠人 所以秦升认为 应该把相片送往武汉 让郭勇军亲自过目 以防安全 很好 小丘科长 在 此事关系重大 你必须立即着手去办 陪着明白 还不快滚 是 是 客长阁下 今天 司令官阁下好习惯呀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应该上军事法庭 可是 那是因为 还有一件事 比这件事更加严重 什么事情 算了 军机不可泄露 小雀雀 你就别卖棺子了 不会是华北军战士吃紧吧 版园的第五师团 可是最有名的钢军呢 多北军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赶紧把那块师杯给我得回来 是 俗话说得好 人要名 数要赢 你作为京都师团第一神枪手 这个脸皮 不会要都丢尽了吧 你明白了吧 是 我明白了 想哭 你就哭 在我面前不用憋着 我想知道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按计划行事 可是 于显阳 好像对我们已经起义性了 但是 他未必能够猜到这么深 明天 我和阿四去趟狮子狗 去见那个真正的刘巴药 向阳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这件事他处处透着那么蹊跷 且不说你跟阿四有疑虑啊 就说我安排那两个警卫吧 偏偏在这个时候善利指手 把所有的这些巧合凑到一起啊 就好像有人事先安排好的似的 反正总而言之 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我是没办法向组织上交代的 想什么呢 说话呀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 好些事想不通 你想不透 师父 好消息啊 师父 师父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打胜仗了 打胜仗 听谁说的 你看 今天报纸都卖封了 我好不容易才抢到一份 报上等的 鲁东血战临仪国军大胜 百元师团溃不成军 好啊 好啊 小圈局 怪不得昨天司令官可想大发雷蹄 连你说话也吞吞吐吐的 原来果然是怀北军吃了班长 东北军 想想看灵通吧 灵通 算了吧 我刚来苏州不久 就制定了 新闻介绽 禁止事项之标准 返完海陆军战况 必须交由我特高客批准才能开情 好啊 宣伏班 把我的命令当耳旁疯了 要不我现在就去把包管封掉 把那些家伙统统统抓起来强柄 杜白军 杜白军 你不要动不动 就打呀杀呀 俗话说得好 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你疯了包管 你能疯得住地区人的嘴巴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还是从长计议吧 你忘了 我们在南京的媒体上吃过大亏 连司令官都难以幸免 所以 一定要谨慎 是 收大帝 还是花贝君不整齐 你知道吗 百元师团流行这样一个传说 他们说 四个小时攻向天津 六个小时拿下济南 这下 被两个杂牌君 就给打趴下来 杜白军 中国 有一句成语 叫做交兵必斑 就拿你渡边军来说 堂堂的京都使团第一神枪手 却屡屡地输在一个中国士兵的手里 这是不是有一些名不符实 怎么 被于晓阳打盼了 连魂都不敢说了吧 小将军 如果 你对于公平的较量 他不一定能赢我 只是这个家伙 鬼剑断断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确实 反不示范 俗改 张庞两步 乘胜向似水挺进 这 这真是佛法无边菩萨献灵啊 菩萨献灵啊 阿弥陀佛 大师 别来无恙啊 阿弥陀佛 原来是二位施主 为本寺夺回了施碑啊 大师 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管这块碑去了哪里 哪怕是天涯海角 我们也会把它给弄回来的 这算是完毕归照了吧 于是主言出必行 又一次获施碑周全 如此恩情 使令贫僧五内俱感哪 如此的大恩 贫僧无以仇谢 二位施主 请受贫僧一拜 大师大师 您可千万别这样 我们可受不起啊 我说大和尚 别在这里你拜我 他扶你的了 赶紧把四杯抬进去 耍得糟瘾啊 来吧 都别闲着 对对对 来 三二一走 好惨哪 小心脚 上海的提兰桥 南京的老虎桥 和咱们苏州的狮子口 号称民国三大天狱 今天啊 我就带你去见识见识 这个狮子口 好嘞 楚南 楚南 郭兄 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林仪大劫 我们打赢了 我这里还有那个消息 好 你想不想听 想啊 讲来听听 春雨啊 接回了日军的电报 日军称他们的第五师团 损失惨重 是吗 太好了 哎呀 这一仗啊 终于让我们出了一口恶气 你还别说 这个张子忠 好样的 你们的张云一部 阻止了日军十三师团 北上增援 同样是好样的 同样是功不可没 你学的太好了 对了 我刚刚接到上级指示 我们的领导啊 让我们支队向晚南集结 我才想啊 要有大动作 集结晚南 那就是说 你们要跨江东晋了 东晋 那是不是意味着 新四军 打回苏州来了 太好了 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看把他高兴的 对了 我们要是集结晚南的话 那 那刀会的武装 这就是当务之急了 要不然你没有人手调动啊 正好阿四在 咱们商量商量 等一下 郭久 那个 我跟阿四两个人 正准备去狮子口见大先生 就是商量这个刀会的事情 就你们两个人去啊 嗯 那 显阳呢 哦 他一大早就去寒山寺了 寒山寺 宗代诗人王黄州有诗云 无花无酒过清明 姓魏萧然四野僧 贫僧这里今日没有美酒佳酿 我们就以茶代酒 喝一喝今日的双喜临门了 来 双喜临门 嗯 大师 我只知道一喜 那喜是什么呀 嘿 你看 我寒山寺师碑 又失而复得 这难道不是一喜 啊 第二 这国君在前线大败日寇 一扫举国之阴霾 这更是喜伤佳气啊 谁大败日寇 我怎么不知道啊 于是主没看报纸啊 你看 我们俩一大早就赶过来了 哪有时间看报纸啊 你看 这报上灯的 我们的军队在山东临沪 大败日寇 打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胜仗啊 鲁东血战临沪 国君大胜 百元师团溃捕成军 张庞两步正乘胜向似水挺进 可以啊 哎呀 不错嘛 联盟带猜全年对了 什么叫联盟带猜啊 我怎么着也上过军校啊 那叫科班懂吗你 算了吧 还科班呢 连乌龟的龟字都不会写 被逼无奈画了个 小王八 我那是怕小鬼子看不懂 怎么哪壶不开心哪壶呢 好了好了 二位无需争论 依贫僧看来 这个十字多少并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有一颗 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 那你就是大英雄真豪杰 咱们就拿张自忠将军来说吧 他起初也是头笔从容 从一个小小的陆军见习官做起的 不是慢着慢着 大使啊 你讲的这个张自忠 是西北军那个张自忠吧 这可是死人啊 他不是头号大汉奸吗 呸 你才大汉奸呢 不是 这老弟 这不是我讲的 整个上海滩都在传 将他逼走了宋哲源 自己留下来当北平市的市长 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汉奸 胡说八道 那我问你啊 长城抗战的时候 谁在洗风口用大刀片 跟小鬼子拼命啊 张将军 人家说的那番话 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人生终有一死 唯有打鬼子为国牺牲最光荣 只要还有一兵一卒 就跟日后血战到底 有这么好的长官 这么好的好汉 怎么可能是汉奸呢 这不是我讲的 外面都在传 凶我干什么呀 这真是智氏心明如日月 吞天口信是人言哪 大师这话讲得对 懂吗 什么意思啊大师 这是一幅很有名的差子帘 这颗智氏心明如日月 你看啊 吞天口信是人言这个吞字 你拆开了它就是 一天 一口 这头一句智氏心明如日月 这个智氏拆开 它就是 以氏 一心 智氏心明如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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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一六八一 他叫刘智 始氏 刘始仁 这个刘始仁 到底是什么人哪 朋友 我怕是悟出了另一層意思 这次 三官 开门 那边请 这边 大先生 让你受委屈了 为什么 就这个腿啊 中了一枪以后 现在一变天 就不舒服 好 你别着急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尽快地把你 从这里救出去 老三 你跑了趟上海啊 那是 上海滩可真是大码头 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 百乐门大世界鲜乐寺 那里面美女多的呀 谁问你这个 我问的是这个 有 崭新的 全是洋货 他呀 上次于老弟来讲 说是 要为刀会的兄弟弄枪 嗯 屁股招呼 坐不住了 哎 老四 你少啰嗦 赶快想办法 把他救出去啊 真的快说了 真的想办法 想想想 能想要杀人工啊 等想出来了 三哥的命 都留在这里了 哎呀 三哥 别着急啊 他好了你 大先生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呢 让于咸阳 于老弟 托你在这里 帮我找一个人 记得 我要见他 老三马上替你安排 你的脸皮可真厚 刘先生 久违了 曾楚男 三年多不见 相比 刘先生受了不少的苦 曾某每每念及 心里面 总是充满了内疚 内疚 姓曾的 别在我面前 猫哭耗子了 说吧 你是来把我押回南京的呢 还是要在这里 送我上西天呢 刘先生 你的眼睛 你误会我了 我这次来呢 是要把你从这里救出去 受起那一套 曾楚男 我问你 你不会是刚刚就脱下了 国民党反动派的外衣 马上就披上了 汉奸的狗皮吧 刘先生 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国共之间 已经组成了 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在此精诚合作 共赴国南 真是天大的笑话 曾楚男 我告诉你 你我之间 是两个阶级之间 你死我活的斗争 是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 殊死较量 是伟大的马克思 我是偷偷溜起来的 我明白了 上次那个小特务 就是你派来的吧 算我走眼 否则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 我告诉你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是绝不怕坐牢 绝不会屈服的 国南当头 任何一个党派 都应该精诚合作 共赴国南 团结一致 我希望你不要义气用事 你别在我面前 话言巧语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为你们国民党 做任何事情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刘先生 我之所以到这里来 是因为 只有你 才能破解鬼影的密码 因为只有你 才能够抓住他 你要知道这个日本人 现在在外面兴风作浪 他的每一条情报 每一条信息 都会给我们 带来巨大的损失 现在 大半个中国都已经沦陷了 你要做的 不是魏某一个党派服务 你要服务的 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你再好好想想吧 我还会再来 来 我今天打的特点打的一条约 是吧 好好回家 给咱们盖上 智氏心鸣如日月 智 是心 晓阳 怎么 找我有事啊 这两天到春寒 我这浑身不舒服 找你喝几杯 行 不过你得等一下 我得忙完手里这个事 你忙你的我等着你 检讨书 你还写这个呀 好